今天好冷啊 早上起来天也是阴的 外面好冷 我今天要搬家 今天无论如何要把 那辆车上的东西 挪到这辆车上来 不然的话再拖下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完了 拆暖先开开 好了 显示ON就是开机了 昨天洗完车回来 把这皮卡掉了个头 现在这两辆车的车门是对着的 而且故意离得近了些 这样搬起东西来 就不用跑老远了 现在得把这辆车 要往前挪一些 让后备箱开起来能方便点 好久没开这辆车了 有一个多月了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差不多刚好一个月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稍微往前放一点儿 然后后备箱比就好开就行了 车里面平平灌灌的 这不少 这辆车柔车也给它开 这辆车柴暖也给它开 它大点 这样搬起来就不冷了 有点黑 这是我的一个整理箱 用它来装 当转印箱很合适 现在把抽屉里头这些东西 全部装在箱子里头 还是把门关上 我们保修温 衣服脱了 干活就方便了 撸起袖子加油干 取了好多快点回来 还没完呢 我今天整整搬了一天的家 一边疼那辆车上的东西 搬过来以后 开始往这边归整 早上9点钟过来的 弄着弄着 一看一看表 下午5点了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然后又出去取了这么一堆快递 数数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 好像还有四五个没到 咱们挨个拆 先从这小的开始拆 这个应该是那个胶带 这个胶带 属于粘性特别强那种 还是透明的 撕下来也不会粘 不会留痕 先放地上吧 这个是 拆开看一下 拆快递的是 这是女人最开心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橡框 小橡框 看 这个我是用来 补那个洞的 等会贴好给你们看啊 这是一手机支架 贴在前档上的 手机支架 加上这个手机支架 我就有四个手机支架了 这是我的小香薰灯 点蜡烛的那种 小香薰灯 然后还带了两盒蜡烛 没送精油 好可爱的 看 这个香薰灯 把那小蜡烛 点着放这儿 然后这样放进去 上面呢 加点水 再滴点香薰精油 我家有好多香薰精油 快看吧 这个点着以后 会 从这个小小孔里面 散发那种暖暖的光 太喜欢这个了 一堆东西啊 这是什么 中国 这个是贴在外面的 补外面那个洞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补全 应该差不多吧 明天白天再补 送了一个小瓜子 这个是什么 哦 这是一个车载的逆变器 小型的逆变器 插在点烟器孔上的那种 这个看着 质量还挺好的 12伏专用 插在点烟器孔上 这儿可以插三项的 也可以插两项的 然后这儿还有USB口 这儿还有一个Type-C的口 这样我就不愁开车的时候 手机充电的问题了 看看这儿还有一个双印书 多功能插口充电 同时支持多设备 这样开车的时候 两个手机就可以同时充电了 来吧 来吧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我忘了是哪个朋友跟我说的 就那种加湿巾的那种拖吧 他送两包这种干净 静电的 两包这种干的 然后还送两包湿的 这种小型拖吧 这个放在房车里面用是最合适的 因为这个很小嘛 不用了给它挂到卫生间去 这是组合式的这种 刚好一会我就可以拖地了 干湿两用 他送了两包干精 还有两包湿精 先用干的 干的它是除静电的嘛 然后再用湿的去一拖 这样地就会很干净了 这样地就会很干净了 懒人除尘脱布 不用洗 这样也不怕伤手了 收拾了一天 现在又该收拾了 取回来快递又是一堆垃圾 这纸盒子一会带回去给我们楼下 那老太太 它 它 我一般有瓶子呀 还有拆了快递的那些纸盒子 我都会给它 哦 还有一个 等一下 还有一个 再给你们看看啊 这是我的床单 背罩 我买了一个蓝色的 冬天我就喜欢珊瑚绒的 这个颜色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个颜色应该跟这个房船很搭了 挑了半天呀 挑了好长时间才挑到 哦 这质量也不错 质量很好 这个灰色的是床单 蓝色这个是被罩 哇 这个揉摸着好舒服呀 看 这样一扑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比较大了 但是我今天没劲了 我实在没劲了 因为明天我要去开封 那辆车已经腾空了 明天我要去开封 把车放到厂里去 做一个改装 所以今天就不铺它了 等回来以后 再铺 嗯 这个整套 这个绒好舒服 跟这种绒 感觉还不一样 这种有点像那种 长毛绒的 这是短的 特别舒服